。 大部分的老師呢 都在監討 逮考卷 逮報告 準備要送成績 但是今天卻有遇打的老師被學校違法之前 而這個違法之前在1月5號還經過教育部的核准 1月6號的時候 我們跟教育部裡面的官員討論到這件事 說你到底有沒有去審查學校所提出來的之前的理由 之前的程序 教育部說他原則上相信學校所提供出來的所有的公文 我說今天在場就有幾個老師1月6號那一天 跟教育部說就是沒有實質上的審查 你沒有來問過我 你怎麼可以通過草稅的通過 就直接把他們之前掉 我們玉達我在氣管系任教 那我們氣管系去年停召開始 那聽到理由我們理副教育報告說 因為我們氣管系這幾年虧損 所以把我們氣管系給停掉了 或許我們現在有虧損 可是整個學家是有盈餘的 那提起之後我們第一次開系誤會議 討論安置辦法 所以安置辦法應該是把老師做轉介輔導部動作 可是安置辦法裡面卻會討論什麼 如果之前老師如果排名如果算是自己總分出來 然後排出老師的這個之前順序出來 然後開了三次的系誤會議 一直沒有共識 因為討論不出怎麼去把老師排序出來 後來學校自己強制的公布的自己總分 用學校的標準幫我們老師是寫掉的 我在學校從第二年 而現在畢竟學校成立有15年的時間 剛滿15年 我是第二年進入學校 照理說是資深老師 但是呢目前所面臨的是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我們是被強迫惡意的資遣 但這資遣當中有沒有溝通 沒有 在我們提出反對這資遣案的申訴的過程中 多次反應 但是教育部沒有做任何說明 學校也沒有對這個部分加以說明 只是偏面的把一些資料交給教育部 教育部就同意了這個資遣案 各位你想想看看 這是不是一定有一些不可告知的一些事實在裡頭 我們不要求太多 我們只是希望他能夠做說明 把這件事情或學校提供的資料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到底憑哪一點資遣我們的 不過基本上我還是要跟各位聽聽 就是說過去我在審查 過去我在審查 過去我在審查 郁達柯大署送出來的資遣案的過程裡面 因為沒有讓老師有繳達意見的權益 所以我們現在補證這個程序 非常簡單 也不會傷你們太多的面子 同時我要再補 而且你們所做出的這個資遣處分啊 生肖日是在明天 換句話說 現在你們要做出補證 是完全在行政程序上面都是來得及的 因為生肖日是在明天 你們如果拖過明天了 才會導致他們必須還要去繞一個 玩去去進行那個所謂的救濟或申訴 那是耗費太多時間 今天就因為教育部的瑕疵 我們在今天來告訴你說 還沒有生肖 教育部應該要現在去進行補證 你至少暫緩啊 然後再審暫緩 各位意見我還是會帶給我們 我告訴你們這個情況 現在就剩幾分鐘就要下班了 現在很快 今天就沒有了 那你是要暫緩嗎 不 行政流程它有 它行政法定流程的走到哪一個步驟 你自己自我糾正在過了嗎 所以你就是要改正 是 對不對 基本上學校裡面它一定相關的取證 它都已經取證完備 行政浩慢 教育部正 不 不 不 如果各位認為 學校裡面有偽造文書 有不當陳述 當然基本上這個部分 我現在說的是你的程序 不是學校的程序 不是說你們的程序有瑕疵 是你的程序 你學校的程序嗎 我們的程序沒有我們可以建議 我們可以建議 不會來去做我們 相關部會 所以他在審查停聘 資錯要能改 資錯要能改 所以你們的政策就是要讓老師 疲於分明去申訴去訴訟 也不能好好教書嗎 這資錯能改很簡單的事情 過去程序就是有問題 你們在程序上 你們現在是還可以撤回 這個行政處分的 生效日是明天才開始 你們現在如果發現 你們在做出這個行政處分上面 是有明顯的行政瑕疵 你們應該就是要立即補正 你們沒有聽取當事人答辯的機會 你們只有片面聽取校方 教育部這個做法是絕對是違法的 我們要求你應該要現在 回去立即的就處理這件事情 今天立即就要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我還是要帶回去 也相關負責的部位去做處理 你就是要當幫兇啦 就是這樣啦 胡亂裁員 遇達官啊 胡亂裁員 胡亂裁員 家一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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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一部主持